不可思议难心之法 凡夫 一凭烦恼都没断 临命中始 身念都能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维悦智菩萨 谁相信 难心之法了 绝对不是六道凡夫 叫秦贱 所能理解的 是叫超秦理解的 这就是绝对不是六道凡夫 所能够理解 所以就变成难心之法了 尤其现在 众生情之深重 想不想信呢 真的不相信 你不要看 修净土的人多 好像天天在念阿弥陀佛 管不管用 不管用 为什么不管用呢 因为他不信 他还相信这个世间的五遇六成 就像李老师早年在台中讲经 他举了个例子 老师在讲经 我们一般都在听经 有个人来报信 你家里是活了 你是不是赶快回去了 那就不信 我听到家事活了 如如不动 我听经要去 那叫真心 可见的真心难啊 一考就考考 就考出来了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这个地方 法师的讲经 你今天晚上去做一笔生意盔 赚一百万 你是来听经 放弃了一百万 还是去赚一百万呢 今天经就去一堆堂 去一堂就无所谓了 肯定是去赚一百万去了 他就不来了 那这不都是假的吗 这叫男性之乏了 有几个人真正认真 把佛所说的话当话 佛所说的 大千世界 不如经里面的四句计 功德大了 谁相信 别说一百万 恐怕赚十万块钱 他就 他就不听了 泻气了 十万块钱 重要啊 所以这是我们 从这些地方 细心去观察 真真真相信的人 真真相信的人 不懂 所以不相信 他也常常到这听经 这是为什么 李老师说一句话 很有味道 这什么呢 那消遣消遣吧 哦 原来这些人到佛堂来学佛是消遣的 但没事干嘛 到这来玩玩的 是这么一个心态 坐在家里感到无聊 佛堂就走走 热闹热闹 不是真学 真学还得了啊 真学不过过都成佛了 所以老听了过去老人的话 我们这么多年细心观察 一点都不做 所以我们就见怪不怪了 知道这个法门不容易